10月6日,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布的消息 根据中美元首9月10日通电话达成的共识 经中美双方商订 杨洁篪将同沙利文在瑞士苏黎市举行会晤 目前杨洁篪已经到达瑞士苏黎市 值得一提的是杨洁篪主任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出征 他跟沙利文也是老熟人 今年年初的中美阿拉斯加会谈 杨洁篪和沙利文都有出席 在阿拉斯加会谈上杨洁篪的发言质地有声 他明确指出美国没有资格说从实力地位出发 同中国进行对话 除此之外杨洁篪还奉劝美国放弃对抗的做法 认为这对中美两国都没有好处 最终只会损失美国自己的利益 中美必须要以相互尊重为基础 杨洁篪发言的视频很快就传遍了互联网 全世界都目睹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采 而杨洁篪本人也被网友送了老虎洋外号 那么这次的中美苏黎世会谈 是否真的会缓和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还是会重演年初的中美阿拉斯加会谈 充满剑拔弩张的硝烟味 还是那句老话 看中美关系 尤其是中美关系中美国方面的新闻 一定不能只看一条 而应该将多条新闻放在一起看 才能够分析出尽可能靠谱的结论 首先先来看看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最近的讲话中到底对中国表达了什么意思 一开始美国照样例行从道德高地上 对中国进行了指责 戴琪指责中国的改革开放 实际上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 是没有意义的改革 比如中国在光伏农业等领域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 建立起了自己的企业 影响了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 在该领域企业的生存 随着中国建立起自己的产业 我们的公司被迫关闭了大门 好家伙 按照戴琪的意思 中国就应当万年不变 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 一直做中下游产业 给欧美资本当打工人 戴琪说这话的时候能否回答一下 是谁一直在超发货币 导致全球数十亿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断贬值 当然场面化放完了 戴琪开始谈到实质性的东西 戴琪认为特朗普政府时期 美国虽然通过强硬手段迫使中国签订了协议 但是那些协议对美国的帮助并不大 接下来美国的目标是实现和中国长久共存 尽量避免和中国再度发生激烈的贸易冲突 美国会首先对部分中国商品免除关税 戴琪的话 总结起来 就是中国能发展起来是因为中国以国家为中心 不像美国以世界为中心 接下来中美在贸易方面还是要再接触 但美国不会再采用之前的粗暴手段 而是会和盟友一起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规则 其次 拜登明显有些着急 想要急于让中国在经济上帮他先把美债问题解决一下 但是共和党现在一直在找事情 要么是之前在提升债务上限问题上使绊子 要么就是不断攻击拜登的对华缓和政策 所以这次中美苏黎世会谈 拜登摆出了一副甩开共和党 自己缓和与中国关系的架势 听完小编的分析就能知道 这次的苏黎世会谈 不会是另一场阿拉斯加会谈 因为今年3月初的中美阿拉斯加会谈 拜登政府奉行的仍然是非常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 所以中美阿拉斯加会谈才会如此剑拔弩张 但这次的苏黎世会谈不同 拜登明显是有求于中国的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这次的苏黎世会谈实际上就是一场探路之旅 美国政府需要知道 自己这几个月来做出的让步 包括中美军方恢复正常沟通问题 华为问题 关税问题在内 是否能够让中国方面有缓和中美关系的意愿 比如这次法国参议员访台 美国愣是忍住没动 也是在给苏黎世会谈让路 虽然美国做出了许多所谓的让步 但中国之前提出的要求 美国方面还没有履行完 也就是之前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 三条底线 美国方面如果真的完成了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 三条底线 那么中方是很愿意和美国谈的 因此这次的苏黎世会谈实际上并不会谈及太多 涉及到实质性的东西 中方关心的东西 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 在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访华的时候 已经都传达给美方了 上一次领先会晤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所以为何这次美国代表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而非主管外交的国务卿 沙利文又是谁 又在当下的中美关系扮演怎样的角色 媒体上的沙利文形象是破碎的 小编查阅了中文、英文、俄文媒体 才拼凑起这位政治新秀的人生 也许我们对这场高层会晤的疑问 他的人生会给出解答 包道格表示从外交级别上说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地位 不如国务卿布林肯 但在实际工作中 总统可能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视为自己的左右手 你真不能说哪个更有影响力 美国媒体认为 沙利文在上任后刻意保持低调 将自己隐藏在布林肯的光芒之后 不发表任何和国务卿相左的言论 主要是出于资历的差距 44岁的沙利文 比布林肯年轻14岁 进入民主党外交政策核心团队 也晚了十多年 沙利文生于1976年的佛蒙特州 放在今天总统候选人气势家的美国 他是实打实的少壮派 沙利文的政坛伯勒是希拉里 两人的人生轨迹有颇多相似之处 算得上是惺惺相惜 和希拉里一样 沙利文也出身中产阶级 日后其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 便和他的出身息息相关 和希拉里一样 沙利文也是学霸 甚至学业履历比希拉里还出彩 1998年21岁的他 获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 其后一路深造 在2003年拿到法学博士学位 时至今日 耶鲁大学法学院都含有沙利文主讲的课程 法学生是美国政客的摇篮 包括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等 在内的美国政客更是出自法学系 王牌学校的法学博士沙利文 也少不了政坛抛出的橄榄枝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 沙利文是在克林顿夫妇严览之下不如政坛的 其深厚的法学学养 使其成为民主党的高参 其后在奥巴马政府期间 沙利文便官至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 尤其注意 这一职位的前任是布林肯 毫无疑问 沙利文是拜登的小兄弟 而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 出任希拉里幕僚长的也是沙利文 沙利文可以说是他左膀右臂 安全码后陪他访问了112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员 2016年希拉里参与美国总统竞选时 沙利文也是竞选团队的故宫 担任活动高级政策顾问 要不是特朗普横空出世 沙利文早就是总统的座上宾了 希拉里有一次在公开活动中说 我曾经告诉我丈夫 有这么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后起之心 是罗德学者耶鲁法学院毕业 克林顿总统说他会吹萨克斯吗 那要当心了 希拉里大笑 继续说道 现在我们一起访问全世界 人们都说能见到这样一位 未来的潜在美国总统 是多么令人兴奋 当然 他们说的是沙利文 不是我 也许对于10年前的沙利文 成为未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 遥不可及 但如今他已经成为距离美国总统 最近的人之一 现年44岁的他 是近60年以来美国最年轻的 2020年底 当拜登选择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 卡奈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会长伯恩斯 前国务卿赖斯 都是沙利文的竞争对手 但他们的年纪都比沙利文大了十多岁以上 对于一个全年全球非的职位而言 沙利文的年轻意味着他身体健康 能连续工作和谈判 这是巨大的优势 当然 沙利文成为拜登政府的外交安全事务二把手 还有其他因素 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拜登在平衡希拉里派系的利益 也有人指出 沙利文在辅佐希拉里时也参与过国内事务决策 不像布林肯等人职业就是做外交官 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工作正是协调国务院和国防部 财政部等其他部门的意见 和国务卿角色不同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则是本次中美高级别会谈由他担任美方代表的原因 和布林肯通常与各国外长会晤不同 沙利文很少和外国外长进行双边会谈 而是作为拜登总统的助理 代表总统发声 对于小国他往往直接和该国政府首脑对话 代表总统表达美方声音 对于大国他则和对方地位相当的官员会晤 主要工作就是落实首脑对话的成果 仅今年9月以来 沙利文就先后与安格拉总理 苏丹总理等政府首脑举行面对面或视频会晤 在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22日通话之后 沙利文在9月30日和法国驻美大使爱迪安会晤 商讨落实两国领导人通话事宜 此前法国政府因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核潜艇 破坏法国原有军售协议 召回了驻美大使 拜登和马克龙通话后 爱迪安刚刚回到华盛顿 会晤的第一个美国高官就是沙利文 在拜登的阵营中 布林肯被认为代表复兴主义 沙利文被认为代表改革主义 复兴主义希望尽可能将对华政策带回2016年前 围绕强有力的多边外交和对经济全球化的支持 让美国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 改革派则强调加强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 他们认为外交政策需要在建设美国中产阶级的基础上 有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这两派的政策并不冲突 只是优先级别上存在差异 两派都维护拜登主义的基本宗旨 加强美国领导力 重塑同盟关系 聚焦国内经济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拜登政府的外交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沙利文也在布林肯的光环之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一方面是深度参与中美、美俄、美欧关系事务 长期聚焦拜登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战略问题 一方面是作为总统的特使和救火队长 处理美法关系突变这样的棘手问题 由于华盛顿的行政体系原因 中美可能展开合作的领域需要由美国政府不同部门参与 作为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外交、安全政策的官员 沙利文在过去一个月可能忙于和部门长官们协调 确定美方认为可以合作的清单 以便在苏黎世会晤中向中国提交 沙利文本次出访也是打前站 G20峰会将于10月30日在意大利罗马开幕 这将成为拜登执政首年最重要的一场首脑峰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我们下期见